他很簡單,就是打開 放過去,抓過來 剛開始真的很像變魔術 一、二、三 因為其實布袋戲很難的地方 還有一點就是你都在後面透過這個小鳳去看這個偶爾表演 所以你在台下要練到百分之百 上台才有百分之七十成功的機會 像剛剛有一個後空班沒有接到怎麼辦 我小時候曾經有一次就掉到台下去 就很尷尬 那時候演的是孫悟空大戰牛 一個大刀往孫悟空身上一砍孫悟空 一個後空翻蹦蹦框,坐到心台掉到台下去 有沒有,我就傻了 那時候很小對不對 我不知道什麼反應 到後面啦 只好下來跟觀眾派誰跟媽媽回去 所以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了 你只要抓到他的一個邊邊角角 你就可以把他先收回來 先抱起來再說 開心歌 好了 再繼續打 有沒有 所以有一個七字真言 就是死都要把他狗抓住 你只要抓住了你就有機會開心歌不下去 至少都不會掉到台下去不會尷尬 好了 再繼續打就好了 好 好 這是空手的部分 好 再來呢 其實還有武器的部分 那武器因為有很多種 我們這次示範那個 騰牌的打架 這是什麼 這叫叉子 這叫什麼 刀子跟叉子可以做什麼 吃牛排 對 沒有啦 其實我很想開唱片 歡迎光臨 哈哈哈哈 吃牛排 沒有啦 修台不是吃牛排 來 武器的雙打其實比較難一點 因為他的 他的那個 攻擊端在武器這裡 對不對 比如說砍 砍 當時這樣 要這樣砍嗎 你這樣砍不死了吧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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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